中日韓外长同意三国加强合作 为促进东亚经济发展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而治理 是的 朝鲜则在中日韓外长聚首的当儿 再次向东部的海面发射了前射导弹 中日韩时隔两年后 在东京重启三国外长会议 而朝鲜导弹试射成了会议讨论焦点 中方将会继续坚持实现半岛无化化的目标 坚持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问题 三国外长也就经济 以及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交换意见 中国外长王毅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过后 就东海课题举行会谈 岸田对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提出抗议 王毅则以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回应 分析认为 尽管中日韩对多项议题存在分歧 但三国外长恢复沟通渠道 对推动三国合作大有助益 而朝鲜再次发射前射导弹 给东亚区域和平蒙上阴影 日本表示 导弹进入日本航空识别区 最后落入海中 这是朝鲜首次成功发射前射导弹 之前多次有关试射都以失败告终 为了中文池的一路 我之后在往前射童时 要放入海中射寻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